這輛車不用介紹了 大家看樣子都知道是Mustad 這輛是早前來的5.0 Viva GT 以及2.3 EcoBoost的自動波之後 這輛是棍波 跟Focus RS一模一樣 都是這輛車 移植到這輛車後 匹數是低一點 只有317匹和44.1 Kgm 這輛車大駕很多 這輛車放在這輛車上 相對於Focus RS真的慢一點 特別之處是棍波 這輛車是六前速的首輛 波瓦的比率其實是偏小的 可以說是低轉可以走高速一點 另外的說法是比較長氣的 例如2波已經可以到達8.3 差不多8.35 山路如果說波瓦盡踩盡去 2波差不多走完 三波都很少用不到 另外這輛車的腳踏鋪排 想不到美國車做左軚 轉了油軚後 腳踏鋪排也不錯 也不會偏左偏右 而且很容易做到 Hill and Toe 一旦轉了油軚後 再加上三波 是沒有問題的 做Hill and Toe是很方便的 它的波檔比率比較細一點 加上馬力太大 像現在用2波 一腳踏鋪排起來能夠 但上去可以說力量很快 但並不是很慢 像Veber那種 這輛車重大約像普通歐洲車 那些2百多匹的跑車 像Hatch那類 所以這輛車別以為是一個Muscle Car Mustang來說 由開始到現在都叫Pony Car 一個是便宜的跑車 這輛車的操控是不錯的 如果當它是一個人門版的跑車 FRL 它的操控是可以給你一個 挺強的FRL 車的感覺 譬如尾巴是會走的 走得來又不是說瘋 突然脫了 就回不了頭 原裝有一個限華差速 也挺有效的 設備方面 這輛車其實也挺基本的 它的Driving Mode其實有四個 有Normal 有Wesk 有Sport Plus 還有Race Mode Race Mode 其實可以說是Logtrack用 認識了ESP等等 它裏面還有一個叫Track Apps Track Apps 它可以幫你計時 0至100加速 或者100至0的減速 Braking等等都可以幫你計時 整體上 車的造工用料 跟日本車相差一點 你覺得皮不會太高級 塑膠件也不會太高級 大家要知道這件事 美國車始終到現在 為何落後整個汽車界是有原因的 差一點點 因為它主要是本土市場 美國人自己不在乎 車廠也不會太在乎 另外整體上這車的設計很漂亮 它可以剝落到初代Mustad的設計 尤其是尾燈 即是直排的Braking燈 一眼看上去都會知道這是Mustad 不會搞錯 整體來說其實是一個頗舒服的 一個很舒服的Cruiser 可以快一下 我可以說叫做GT 我可以說叫做Grand Turismo